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要发作,贾宝玉来了,李远就打招呼,香连兄一向可好,小弟有礼了,柳香连急忙战身活礼,宝少爷好,香连兄,你随我来,柳香连跟着宝玉走了,把薛盘扔到那儿,薛盘还说呢,哎,你可快回来啊,我在这儿等你。 哎,柳香连没理他,随着宝玉一前一后,来到旁边的小书房落座,从人献上茶来,茶坝格展,俩人诉说离别之情。 原来柳香连也是宝玉最好的朋友,上文书我提过,秦可卿的兄弟秦忠在世的时候,曾与柳香连交往甚密。 这么着呢,宝玉也和香连结识,所以宝玉一见面就问香连,这些日子啊,你到秦中的坟上去了没有? 柳香连说,怎么没去啊,前几天我还到坟上,我一看雨水,把坟都给冲了,我就凑了几百钱,雇了几个人,给他重新添坟,收拾好了。 哦,怪不得你,上个月,我就冥烟,把我新摘的莲棚,送到秦中坟上供一供,回来我问他,坟被雨水冲了没有? 他说不来没冲,坟比上回又新了些,我想准是秦中的几个好朋友给添的坟,哎,我恨我自己,整天被圈禁在家,出来进去, 都受限制,想盖点什么,不是这个来,就是那个圈,家里虽说有钱,可我一点煮也做不了啊。 哦,这个事儿,你不用太操心,外头有我呢,你心里知道就行了,过几天,就是十月初一,我已经准备上坟的花销,你知道,我一贫如洗。 要不事先宰下这几个钱,到跟前是干扎上手,没咒炼呢,这个我知道,我就明年找你几次,你都不在家。 是啊,我是漂泊不定,没有一定去处,你当然找不着我,你也不用找,咱们呢,各尽其心,眼前我还要出门走走,也许三年五载才回来。 为什么?哎,这怎么说呢?我有我的心事,这叫人各有志,人各有命,我只能是四海为家,你要是走到这一步,也就明白了。 哦,那等晚上散了齐再走好不好?明儿晚走也行,不过,你那位令仪表兄薛大少, 我真不敢恭维,还是趁早回避的好。 宝玉听到这儿,眼中含泪,既然如此,走了也好,回来时候别忘了,给我送个信,好吧,我送你,不用。 青山不改,绿水长流,他您先会,后会有期。 说着,出了书房,他大步的直奔门前,也是该找有事,他刚到大门这儿,被薛盘看见了,连喊带叫的追出来,哎,谁把小刘放走了? 就这一句话,把相连气得眼冒鸡心,恨不得一拳,把薛盘打死。 再赖上荣家,怎么好下手呢? 躲吧,他刚要出门,那薛盘几步就追过来了,哎,一把拉住,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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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我说,哥儿,哎,你要上哪儿去? 啊,我去去就来,哎,你一走都没意思了,有什么要紧事,只管将我替你办,你有我这个哥,后半辈就全有了。 相连见他如此轻狂,侮辱自己,不把自己当人,心里又恶心,又恨,便心生一计,要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。 相连说,你追出来干什么,我跟你好啊,你真心跟我好,还是假的? 修盘一听这话,高兴得心里只痒痒啊,两眼眯成一条缝了,好兄弟,你怎么问起我这话呢? 我又是假的,立刻死在你眼前。 相连说,既然是这样,这块不方便。 哎,我投了先走,你随后跟出来,跟我到下处,咱们喝他一夜酒行不行? 哎,这,我那还有两个小白脸,是绝好相公,你一个人去就行了,那有人伺候着,不用带人,不许说。 哎,好啊,哎呀,薛盘一听高兴的,连北都找不着了。 哎,甘啊,你可不许骗我呀,哎,人家真心待你,你又不信了,不信,就算我没说。 薛盘一听,别别别,我又不是呆子,怎么能不信呢? 可是,我也不知道你的下处在哪儿。 你先走了,我上哪儿找你去啊? 哎,就在德圣门外头啊,你要是舍得家,就跟我到城外,跟我住一夜去。 哎,有了你,我还要家干什么呢? 行,我去。 那就好。 城门外,那边有一个桥,我就在桥头等你,你先回席前稍微坐一坐再出去,趁他们不注意你再溜出来。 别惊动人,听着没有,别告诉你手下的奴才,哎,好好好。 薛盘转身回去,到席前饮酒。 单说柳相连,来到了门外,把他的小厮姓奴叫过来,你呀,先回家去。 我出去一趟,就回家。 您干什么去? 你甭管了。 说完,飞身上马直奔得胜门,到了桥头之上,等候薛盘。 不到一顿饭的功夫,就看薛盘骑着一匹,高头大马,呱呱呱呱,远远的赶了上来。 你就看他坐在马上,张着嘴,瞪着眼睛脑袋,跟那波浪鼓似的,不住的左右乱桥。 干嘛呀? 找柳相连呢? 你说他居然没看见柳相连,那马一下子就冲了过去。 相连觉得又好笑,又可恨,便撒马跟上来,紧随其后。 薛盘走着走着,就觉得人烟稀少,怎么没人呢?还往哪儿去呀? 那位说了,不对呀。 现在北二环,北三环多热闹,您忘了,咱们这书啊,说的是小三百年前的事儿,甭说那这儿啊,就是我小时候这地方,还是一片庄洁的印子。 闲言少许,再说薛盘,又缺回马来,再找一回头,哟,瞧见柳相连,如获珍宝。 哎,我就说你不是个实性的人儿吗? 相连也说,是啊,我等你半天了,哎,快往前走。 小心他们看见就不方便了,跟我来。 说着,哟,马后夜长这匹马,跑下去了,薛盘也紧紧的跟上来。 越走前面,人计携手,半天不见一个人过来。 旁边是一片尾塘,急忙带住缰绳,下了马,将马的缰绳拴在一棵柳树上,站在道旁,冲着薛盘笑,哎,你下来,下来,下来,干嘛,咱们俩先发个誓,日后变了心,把今天之事说了出来,就叫他应试。 哦,对,对,薛盘笑着,带住马,下了马,也将马拴在树上,扑通就跪去了。 今儿这事,我不说,我谁也不说,日后变心,我就天诛地灭。 这话音刚落,就听着,当的一声。 原来,柳湘连举起拳头,照着薛盘后脖子就是一拳,就好像锤子砸了一下子。 薛盘眼前一黑,眼貌畸心,哭泣,就啪那块。 柳湘连来到窃镜看看他,知道是个熊包笨蛋,经不住打,所以才刚这一拳,只使了三分劲。 薛盘就趴那了,一嚎啪,领子把他低了起来,手腕子一翻,来个脸对脸,所有左右开弓,啪啪,几个嘴巴。 好嘛,当时薛盘的脸乎就肿起来了,鼻青脸肿,血也出来了,开始薛盘还,哎呀,还想挣扎,那柳湘连用脚尖,啪的一下子,踢他一脚,脚尖一点,又跌倒在地。 薛盘嘴里还说呢,娘子,你干什么?这是两厢情愿的事,大要我给你钱,你为什么骗我出来,打我? 柳湘连一听,火更大了,你这个瞎了眼的畜生,你看看,你看你柳大爷是什么人,柳大爷是堂堂男子汉,怎么能恨你做那苟妾之事? 你不说软话,还要骂人,我叫你骂。 他取过马鞭子,照顶薛盘的后背和腿,一口气,抽了三四十下,这一回子薛盘这酒劲才醒过来, 只疼得憋一声,骂一声的乱叫啊,香脸冷笑一声说,我当你这霸王是不怕打的,闹了半天,你是个囊括,说着,抓住左腿抄起来, 哎,别啊,把他拉到尾堂深处,弄得满身泥水啊,哎,这回你可认识柳大爷了吧,啊? 啊,柳大爷,柳香脸,扔下鞭子,用拳头又吹了几下子,薛盘疼得连喊带叫,磕头求饶,你别打了,泪条都舍了,疼死我了,我是错听别人的话,住口! 你不用拉扯别人,只说现在,现在,现在我知道,大爷是正经人,我错了,错了就完了,说好的,好兄弟,当又是一拳,好哥哥,当,好老爷饶了我吧, 啊,我没长眼睛,不懂事的呆子,我说服了你了,我是心服口服外戴佩服,嗯,你服了我啊,好,你趴地下,喝连口水,我就饶你,嘿嘿嘿,这水太脏了,怎么喝得下去啊,喝不喝,说,喝不喝, 啊,薛盘扶下身来,向尾汤干下,喝了一口,哇地上,连水带菜刚吃的酒肉,全倒出来了,柳香莲说,哼,吹死我了,他丢下薛盘,转身,扯下江绳,任凳帮安上马,他走了,柳香莲上哪儿去了,夏文自有交代,那薛盘见他走远了, 菜松了口气,又悔又恨,想爬起来,浑身疼痛难忍,他盼那有个人能找的,贾珍呢,你知道我出来了吗,贾珍等人发现薛盘走了,也发现柳香莲走了,能上哪儿去呢,各处找了半天没有,哎,有点不放心了,他派人四处一打听,有人说,恍惚看见他们俩出了得胜门了, 马上叫薛盘的小司去找,那些人都怕薛盘,说你不让跟去,谁敢去找啊,贾珍没办法,叫他儿子贾荣带人去找,找到得胜门外,瞧北有二里多地,在尾坑旁边,发现薛盘那匹马,拴在树上,哎,有马就有人,快找找,大家东瞧西望, 只见,只见,轮尾中有人声音,来到近前一看,正是薛盘,一看薛盘这幅彩像啊,衣服啊,已经碎得遮不住身体,浑身滚得像泥珠一样,往脸上看, 肿的地方,青,紫,黑,破处,鲜血之流,贾荣猜出是怎么回事的,急忙下马,叫人把薛盘拉出来,薛大叔,您天天跟人亲热,今儿怎么亲到这尾子坑里来,一定是龙王爷也爱你风流, 要招你当东床驸马,一下子碰到龙鸡脚尖上了吧,薛盘听这话,只羞得恨不得有个地缝坐进去啊,他被打得爬不上马了,贾荣叫人到官乡租了一乘小轿,让薛盘坐着一起进城,贾荣还想让薛盘回赖家花园复习呢,薛盘百般殃告, 哎呀,我这样怎么见人,我求你千万不要把我挨打事传出去,行,就这样,把他抬回家养伤,贾荣回到席前,把刚才的情景告诉他爹贾珍,贾珍也知道,这准是柳香莲干的,笑着说,嗯,让这呆子吃点亏也好,到了晚上散了席,贾珍过来看薛盘,薛盘听得没脸儿出来, 让人出去说,睡下了,没有见,再说贾母等人散席回来,各自归家,薛姨妈和宝钗发现江林哭的,眼睛都肿了,忙问出了什么事,这才知道薛盘让人给打了, 娘儿俩赶忙来看,只见她的脸上身上虽说有不少伤,还好没伤着骨头,薛姨妈心疼啊, 骂柳香莲,也骂她儿子,你要不惹人家,能挨打吗? 就想告诉王夫人商量派人捉拿柳香莲,宝钗一听,赶忙相劝,妈,这不什么大事,不过是他们一起喝酒,都喝多了,酒后翻脸也是常有的事, 谁多挨几下,也送不了什么,等哥哥好了,让真大爷做东,把那个人请来,给赔个礼,顺身气就完了,何必这阵兴师动众的? 显见的咱们是以示压人,薛姨妈觉得有礼,点头应允,要不说,宝钗这个女孩儿有心计,城府击身,知道她哥哥不是个东西, 这事儿,不能全怪打人的主,说不定她做出什么缺德事,把人惹火了,可这时不便多问,只能稀释宁人,劝她母亲,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,那薛盘还在气头上,躺在床上,大骂柳香莲,告诉小四们,拆她房子,把她打死,叫人写成字,打官司,被薛姨妈给喝住, 一连好几天哪,这气儿才渐渐小了,思前想后,她不敢出门,怎么脸上有伤,怕见亲友,转眼进了十月,伤算好利索了,可是老在家不敢出门,这也不是个事儿啊, 正好,她家各个铺面里,有伙计要回家,当铺的掌柜的张德辉,要回江南老家,薛盘心生一念,我待在家一天,五脊六瘦的,还不如跟张德辉到江南玩一玩,散散心,跟她妈一说,她妈没有主意,找宝钗商量, 宝钗说,叫我哥哥出去一趟,能开开眼界,晃晃环境,省得在家惹是生非,顶不计,搭点盘缠路费,不惹或遭灾,比啥都强,薛姨妈说好吧,就把张德辉找来,嘱咐她,派人跟着,伺候着,别让她出事儿,准备了路费盘缠, 让薛盘到南方去了,薛盘走后,扔下了香灵,像姑样一样,宝钗就把她接近大官员,和自己住在一起,那香灵,是薛盘的小妾,真是隐的女儿,后来被人卖了,转到薛盘着,这香灵聪明伶俐,上进浩学,就拜林黛玉为师,学起吟诗作父来, 香灵进步真快,很快掌握了,作诗的药领,逐渐也能学写诗,理完她的诗舍,吸收香灵,入了诗舍,这一天,姑娘们在一起,高谈阔论,商量下个诗舍怎么办呢,只见几个小丫头,登登登的跑进来,笑着说,大奶奶,姑娘们,宝姑娘,府里来的亲戚了,叫你们快去呢, 李文说,你们说清楚,是谁的亲戚,我们谁去,丫头们说,是大太太娘家,舅爷,舅太太,二奶奶哥哥,还有是奶奶您的沈娘和两个妹子,还有一位姑娘,听说是薛大姑娘的妹妹,还有一位爷,是薛大爷的兄弟,我们这是上各出送信,奶奶姑娘们先上去吧, 说着急忙走了,这上去啊,就是说到王夫人上房去,可不上楼,宝钗一听,哟,难道是薛科和她妹妹来呢,李完也笑了,是我沈娘上京城来了,怎么又碰上他们了呢,真瞧,快看过去,大家来到王夫人上房, 哇,乌鸦鸦占了一地人呐,都是谁啊,这些人本不是一家子,怎么凑到一块呢,这是无巧不成书,原来邢夫人的兄嫂,带着女儿行锈烟,进京来投奔邢夫人,可巧凤姐的哥哥王仁也正好进京,两家碰在金陵城外的大道上,便搭半同行, 到了上纯的时候,又碰上李完的寡妇婶,也带两个女儿李文李起进京,一说闲话,又是亲戚三家就一路而来,后手还有薛盘的堂帝薛科和他的妹妹薛宝钦,薛科的父亲在京的时候,曾把宝钦许配给京城的梅汉林之子,正想进京完婚, 又听说表兄王仁进京,也就随后赶来,前后脚,这不今儿个,大家会齐了,都来到贾府,各头各人的亲戚,这才叫,穷在大街,无人问,父在深山有远亲,老贾的日子好过,亲戚朋友都来投想借点光,大家见利已毕,贾母王夫人都很高兴,贾母说,我说, 昨晚上灯花报了又报,灯花报贵人到,原来应到今儿个了,大家一面续家常,一面看,各家带人礼物,随后传下话来,准备酒饭给大家迎风喜尘,凤姐是跑前跑后, 李完和宝钗自然是分别和自己的沈娘啊,妹妹啊,续些阔别之情,戴玉身体好了,今儿也来了,站在那儿,先是跟着高兴,可转而一想,人家都有亲戚,唯独自己孤孤单单,没个亲戚来看望, 他走到一旁,低下头,掉下眼泪,宝玉知道,戴玉这阵很难过,赶紧过去,劝刘劝,再从过去,宝玉啊,看这伙人心里好笑, 暗想,宝钗的亲哥哥那个样子,你看,他这书白兄弟学科,举止多文雅啊,他倒像和宝姐这义奶同胞, 要说宝姐姐是角色人物,今天瞧瞧这个妹妹宝琴,嘿,比他还俊,还有李完的两个妹妹,还有行秀燕,宝玉想,老天呐,你有多少精华灵秀,生出这么些个人来呢, 他不是话跟秦文和习人一说,两个人一看都乐了,是啊,大太的一个侄女, 宝姑娘一个妹妹,大奶奶两个妹妹,倒像一靶子四根水葱,水灵灵的四个小美人, 这回大官员比以前可热闹多了,大家一路年耕啊,李完为首, 迎叹西三姐妹,宝钗黛玉湘云,李文离奇二姐妹,宝琴秀燕, 在天上凤姐和宝玉,一共是十三个人,一续年耕, 除了李完最大,那十二人李最大的是凤姐,二十一岁,宝玉才十七岁, 其他结不过十五六岁,他们或这三个童年,或那五个童岁, 或这两个童月童日,或那两个童时童刻, 他们自己也分不出谁大谁小了,也不过兄弟姐妹乱叫着吧, 这才演出一段施舍天人进口, 鲁雪安永眉